来来来,小朋友,把舌头伸出来,爷爷帮你剪掉一点点,你就能成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格的共和国,不不不,成为真的好奴才啦。 这是一件多么邪恶的事情,从教育上消灭蒙古语,为了维持他的大一统,为了在思想上控制一个民族。 小时候我们看抗日神剧,里边说日本鬼子在占领区,给孩子们接受奴化教育,以日语为通用标准。 其实想想,和今天我们消灭广东话,消灭新疆西藏,一些民族当地的语言,当地的风俗,全部提倡大一统,推广普通话。 又有什么区别呢?这难道就不是奴化教育吗? 奴看到这里,愤怒不已。我的画笔也可以是刀和枪,它也可以唤起民众的反抗。 我努力地创作,不只为我自己,也为了这个荒唐的时代,也为了所有支持我,懂我的朋友们。 大家拼命转,我就拼命化。 原稿是独一无二的手绘,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,拿回家装个框,挂家里会特别好玩。 可供收藏,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私信详询。 我只收一个时间材料成本,一百美金,顺带养家而已。 每天都在努力地画画,谢谢大家理解支持。